大家好,我是醉影,歡迎收看本期拳紅98C的比賽解說,這場比賽來對平台無微高手的大亂鬥。 相當玩家分別是拳王前往登神,游小五,陽神和陳管系。 那比賽規則,誰勝誰下去,誰輸誰守著,還是一場罰戰賽。 那現在拳王前往首戰登神,登神依然使出的EX模式,看上拳王前往也拿出七夾聖。 這是預防一下登神殘血無限放逼殺吧。 哦,機會來了,現在七夾聖一刻就在身。 好,先開一個比賽就要去推到角落。 接著在板邊連環扶空推。 喬大腿兩段變身切換模式。 你看,只要切換模式,登神就不可能殘血無限放比賽。 把登神給剋得死死的。 對,現在拳王前往是登神一大勁敵。 其實在大亂鬥中,登神打贏拳王前往的概率啊。 不是很高。 只要拳王前往拿出去啞射,登神就非常頭疼。 現在登神特瑞出馬,會不會一個頂兩。 大罐來衝拳,接上一個倒月梯。 拳王前往反過手來,如果再來一套切換模式臉的話,登神就玩完了。 哇,丑打錘,防住。 距離遠了一點點。 高CD消耗兩顆能量,然後再用重拳出擊。 哎呀,抓不出機會。 登神這一波防禦做的特別好。 在防禦的同時,他還不斷向前前前衝刺。 oh my god,挑剔的兩次打開完蛋。 拿下切夾射,就是成功的第一步。 拳王前往沒有了切夾射,其實打登神就困難了一些了。 馬力爆氣,馬力屬於同級角色。 對EX模式還是有一定的震懾性。 這個馬力也是為登神而選。 先來一波馬力颱風,搞出玫瑰。 哎呀,後續再來一個寶帥。 接著又一發馬力颱風,還有一顆氣,再來一發馬力颱風。 登神殘血滿氣了,登神要小心了。 哇,拳王前往又小心了。 幸好登神凹了一下子沒凹住啊。 如果被登神打到的話,哇,那個能量噴拳啊,可想而知。 拳王前往基本就下不來了。 接下來看登神的板,這輛出馬,登神的板,這輛開場一個重招弧力啊。 飛翔角接波,飛翔角接波,斬裂拳剛好。 對到了一點點,這個波。 爆起之後雙生龍,並沒有接上龍虎亂舞。 給馬力來一個超神的壓迫感。 可是馬力也不是次數的。 哦,板戰較強反,會折逆向嗎?沒有。 用生龍接住了一個浮空,可是現在登神能量沒有呢。 哎呀,這就很不巧啊,這一波。 華山馬力次數過多,切了一下房,漂亮。 這個切房細節滿滿了。 拳王前往的小草也出現了。 用小草手底,拳王前往觀賞性才可以拉到最高。 雙方的特色角色也是超有觀賞性的兩個角色啊。 板邊超殺無事。 其實不是該上天,登神在等,紅血歐拉,歐拉登神強反啦。 紅血強反,而拳王前往的強反還沒交。 好,登神想用強反打死拳王前往,那不現實。 他也只能,哎呀,天地霸凹凹拳距離遠了。 他也只能爽上幾個必殺作罷,沒辦法。 登神在等一個天地霸凹拳,哇,失誤。 沒有確認到剛才,是一個機會,浪費了。 切換成波草,準備打消耗戰了,拳王前往。 對,遠距離發波消耗。 但千萬不要被龍虎亂舞堆到。 再消耗地坡。 輕A兩點,跳,跳轉,一個地頭。 登神還是沒穩住我這一把。 那接下來看尤小文上場。 尤小文使用有力。 尤小文拿手好戲。 登神前前兩段被雷荒拳撂倒。 尤小文爆裂掌機把他牆子撿起來。 快翔拳CD。 神龍熏附隊飛翔拳落地。 掏他。 哎呀,沒有掏。 那後面登神也只剩半血了。 雙方都是有力。 從尤小文的名字我們可以看出來。 他對游力是非常的重視。 哦,中招啦。 先來一發大波,接CD。 神龍接波波接這個大波。 被一套帶走了。 可惜了,尤小文。 但是不用慌。 尤小文他有利安娜手。 也有一個不知乎我的強角。 沒辦法。 打登神的話勝率還是挺高的。 現在登神成了拳晃98CT的試驚使了。 自己的技術怎麼樣? 和登神打一打就知道了。 下輩確認。 扔一把中斷。 哦,登神也是拳晃98CT最活躍的一玩家了。 目前啊。 哦,請給點下。 前前衝刺多段。 演繹飛翔拳落地,掏一個大聖龍。 後續不動再來,掏一個大波。 掏一個大波。 好的,接著我們來看尤小文。 最後一個人了。 只剩一個利安娜。 尤小文被自己的游力揍。 這怎麼弄呢? 這面子上掛不住啊。 這樣子搞。 咦? 登神嗚大聖龍。 登神也是放飛自我了。 覺得這是在第一個角色。 嗚一下敵問題不大。 嗚不住,咱們還有兩個角色可用。 對,有角色就有底氣。 看登神的聽啊。 可是面對利安娜這個咄咄逼人的牙齒啊。 登神能扛得住嗎? 走抓地頭。 後車爆氣。 拉開身為手刀扮演斬。 衝氣。 操殺大畢。 一套帶走了。 哇,一段手刀。 兩段手刀。 飛了。 後面來看,登神最後一個人。 第五個回合呀。 登神的板翅梁。 登神的板翅梁。 清潔騎手飛翔角。 板邊開波,這就連上了。 就特別佩服登神的騎手能力啊。 點到一個清角。 哇,穿波。 距離不夠啊。 剛才,利安娜果斷放棄連招。 登神又把利安娜逼到了她的角落。 砍刀手砍刀手。 兩段。 利安娜不動。 板邊衝過去給個砍刀手。 利安娜手的歐拉歐拉歐拉。 沒了。 強反打死。 登神終於贏了。 登神下去了。 接下來楊神上場。 橫掃遊具楊神。 特別霸氣的名字。 可是最近楊神啊。 這個儲藏率是不高呀。 看游小文這一波用不知火舞手法。 哇,兩次跳CD。 兩次衝拳。 輕腿再提一下手。 可以的,這個踢手。 不知火舞你要哪裡跑? 一發CD點中。 板邊慌起來了,游小文。 楊神倒是不慌不忙啊。 畢竟楊神也是經過大場面的玩家。 後面來看游小文。 下一個游力。 好,第二個回合。 游力先做好一手防守。 哎呀,空中。 想跳被抓。 飛翔拳來一下子。 哦,那後續呢? 後續克里斯用他的下青角切手了一下。 看游小文這一波啊。 招不保息了。 游力咬。 好的,游力又在板邊。 克里斯又是,哎呦。 這次他沒有跳CD啊,克里斯。 哇,中拳聖龍。 聖龍皆大聖龍。 游小文游力獨有的連招方式。 很華視。 飛翔拳臭來個搏。 後, 楊神慌了。 楊神徹底慌了。 看游力啊,這一波能不能一擊避潰。 將楊神直接打下。 來看楊神的不知火舞。 好,不知火先給他一個頭。 角落地頭。 再接一發空頭,空頭。 再接一發。 扔。 動。 好,有小文一滴血。 不知火還是在下C掏他。 逃你也跑不掉了。 好,我們來看第四個回合。 游小文的莉安娜。 莉安娜後射寶技。 哇,兩點起手手刀半眼斬。 半邊莉安娜要開始了。 角落一發C頭點大V超殺炸。 雙方馬上進入第五個回合的交戰。 看楊神的八神吧。 楊神的八神也是非常的穩。 論狠勁的話,他不如八神越那個八神的狠。 但是楊神主打一個穩。 操作上面就比八神越花似許多。 這是兩位玩家的一個特色吧。 好,現在開場就把莉安娜的... 啊,謝風啊! 中爪魁劃。 不能說不夠狠啊,也夠狠。 就是不夠浪啊,楊神。 一滴血,拿小文。 小文貌似有點穩不住了。 大神起身後閃。 千萬不要中大V。 還沒有氣。 嗯。 那現在楊神下去,陳管西上場。 陳管西上場的話,尤小文也下去。 看全王親王,因為尤小文... 尤小文是連出了兩局,沒辦法,要下去了。 這一波是全王親王打的陳管西,全王親王再度上場。 哦,反傳未知。 陳管西也是一個很角色呀。 看到沒有,壓制方面的話,不比全王親王差。 這一波全王親王也是走馬幻竟。 把角色換下了一些。 再看全王親王後面的草蹄精。 這一波他用八神手底了。 對,和打燈神的時候啊,角色突然射去都不太一樣。 也換了角色,七加色沒用。 應該他也是比較了解陳管西一向的打法吧。 七加色這種角色,騎手困難過。 對陳管西的話,用處不是很大打陳管西。 親會騎手開個荒咬。 挑誰的被點了,點了就完了。 草蹄精就這麼沒了。 啊,全王親王這一局大潰敗啊,什麼情況。 有點精力不足貌似。 那我們來看第三個一盒。 天王親王第八神。 好,八神爆氣。 現在一看百合者,聖龍對攻。 中拳踢,中退。 一個前傾腿,跳C。 打的比較認真啊,也是急於破防。 可是你越急的話,你的破綻也會比較多。 陳管西不防不防,我就防一反擊。 主打一個防守。 哎,C底天堂之間炸到了。 可是現在八神能量不足。 好,躲過一個,哦,機會。 啊,八神失誤。 中暑前,中暑前傾腿之後,為什麼沒有跟上他的葵花。 而且剛才有能量可用。 而且拳王親王啊,心態上面出了一點小小的問題。 啊呀,拳王親王被穿三了。 好,今天五位高速大比拼到此結束吧。 大家覺得誰的發揮更好呢? 我們下期再見,拜拜。